好好照顾好他 我是想照顾好他 可是咱马上考步队用工团 去当兵了 我还忘了问你了 爸 郑审的事怎么样啊 会不会影响到你招兵入伍啊 还没信 我明儿再问问 郑审的同志打了电话 说你把这次机会给让出去了 爸 我一不会拉琴 二不会唱歌 不 新闻工团干嘛是啊 我的志向是当医生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 您有理想追求 爸妈都支持你 可是现在的情况您应该清楚啊 医学院现在不对外招生 部队的医疗队那几个名额呢 也先紧着工农兵子弟 你说你现在天天在医院盖这些零杂活 有什么出息啊 我听你妈跟我说 最近 你和大院里那些坏孩子还搞得火热 小梅啊 难道这就是你的理想 你的追求 爸 那不是打杂的活计 那是我的工作 担负起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 如果所有人都像您这样比喻我的工作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上 会有很多人因为得不到专业的照顾 而丧失生命 我虽然想当医生 但我并不逼迫我现在的工作 在我看来 医生和护士的差别 只不过是专业知识的不同而已 就像您 也并不比您的士兵更高贵一样 还有 您口中的那些坏孩子 他们是我的朋友 我很喜欢他们 跟您比起来 他们不会嫌弃我护士的职业 更不会居高临下地去指导女儿的人生 你放肆 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 不需要任何人插手 不需要任何人插手 你给我回来 你 我 姐 这么早啊 你这么早干什么呢 我有点事 红莲还睡着呢 睡着呢 她太累了 让她好好休息 知道了 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我先走了 知道了 同志 这秦和您都来看好几趟了 你到底买不买呀 我可告诉你 这是最后一个了 我买 我去看看哪儿这个 我们去找不见啊 你都去哪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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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春生正是没通过 今天怕是当不上病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我 我 我也是刚知道 我来是想告诉你 春生正是没有通过 今年不能去当兵了 你知道 小梅来了 小梅是来给萧叔叔量血压的 是啊是啊 萧叔叔一切正常 挺好的 那就好 那就好 萧春生请萧梅吃饭 感谢他一直照顾自己的父亲 也感谢他把名额让给了红灵 看到宿醉的萧春生 贺红灵知道 他内心深处 还是为自己不能入伍 感到遗憾 看到崭新的秦河 贺红灵开始动摇 他不知道为了追求理想 离开这个全心爱着自己的男人 今后会不会后悔